内地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市占率不断上升 部分车企进骨香港市场 包括广汽集团 对于欧盟家征中国新能源车关税 集团承认会影响出口 驻广州记者陈卓康报导 中国电动车崛起 其中一个关键是电池技术突破 这款新一代的全固态动力电池 实现突破续航1000公里 预计在2026年量产 被子弹射穿都不会爆炸的弹盒电池 采用气氧胶隔热材料 都是总部设于广州的广汽集团 自主研发的生能源技术 而潘虞区的大型厂房 运用自动化设备 每日可以组装800至1200架 搭载智能系统的生能源车 就是在新制生产力方面的话 我们是符合登前造车的大的方向 是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主方向 通过这些技术在我们车上的搭载 能让我们的汽车更安全 另外的话储能的密度还可以更高更环保 潘虞化龙镇这里有汽车小镇之称 聚集了以广汽为首的汽车产业链 去年单是广汽一间企业就占了广州市20%的本地生产总值 欧盟对中国生能源车加征关税去到最高超过38% 集团管理层和传媒会面的时候承认对出口会有影响 但是强调走出去的方向不会改变 基本盘仍然是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和周边市场 集团说也都部署以香港作为托展亚太市场的核心 将会兴建超级充电站等设施 多款右态版车型也会陆续推出 预计第一年可以卖出最少3000部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陈彻康报道